是一个自己事业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吧 意味着光荣的历史和未来的挑战 一个值得尊敬的团队 是我的骄傲 对我来讲可能意味着就是应该是一个精品 意味着和我一起走过这段日子的人和一些事 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腾讯游戏 腾讯游戏现在是一个非常沉甸甸的这样的一个招牌 我觉得对我来讲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中的烙印 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生命中的一部分 很高很多的这样的社会责任 当时只是想说一定要把自己最喜欢的游戏 把最好的游戏能够推向市场 然后能够带给用户 让大家真的知道说什么样的游戏是个好游戏 那时候梦想是希望有一天成为像工崎骏那样的制作人 然后也能够为中国的游戏行业 做一些不丢中国人脸的游戏产品 做一个产品能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用 一家人生活在深圳 希望能有一天中国的游戏公司 中国的游戏行业 真正是步入全球的第一位的位置 做出一款好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能够像暴雪这样 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好的游戏 我要做让所有人感动的 真正的一个艺术史诗一样的作品出来 能做更多的让更多的用户喜爱的游戏产品 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腾讯游戏可以做到传球的第一 当时的梦想现在一些想起来应该是想当一个公务员吧 做一个色彩斑斓的游戏人 能有一份自己满意的自己喜欢的工作 就是跟游戏相关的 我一个满世界飞的国际商务人士 我应该不仅仅只做一个这个产品工程师 我应该能够做得更多 希望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有一年居士大去韩国 然后当时我们去那个跟 有一个到一个厂商的展位想看他们的游戏 但是他们没有听说过腾讯 更没有听说过腾讯有做游戏 然后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说 腾讯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个QQ在中国已经很流行了 但是这个韩国厂商经常不知道腾讯有做游戏 就是经常会蹲在一起吃和饭的感觉的那种场景吧 对 相当我们是一个追赶者 一步步的这样追赶 当到了冲刺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冠军的这样一个时刻 我觉得那一刹那的这样一种兴奋是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特别特别的开心 那这个在线节节上升 然后同时打电话给我们说创下新高的时候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到现在为止想起那份激动 我觉得都是很难去演表的 就真的你只有痛苦过 你才取得这个成功的时候 你才会非常的开心和非常的欣喜 说现在很多同事看我们的这些比较成功的产品 包括DNFCF炫武然后飞车包括我们的这个应用联盟 其实都是这个高富帅的这个形象 然后好像天生就是天生励志 然后一路走得很顺 LL刚上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第一个这个可玩版本的时候 其实我和我的同事都崩溃了 我们觉得说这个游戏实在不适合中国用户 自研的过程中非常的辛苦 我和我们的团队都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相对于行业里面很多已经取得比较好成绩的公司来讲 我们其实基本是从零开始 当时也许我们这帮人 我们这群人不是最有经验的 但是我们一定是整个行业里面最团结的一个团队 能够有一群志同道合 有相同价值观 有共同理想的人 这帮人可以在一起 大家互相理解 互相扶持 然后能够互相帮助 团结一致 我觉得这个是比所有一切可能都重要的 而能不能一个团队能不能做到这些 可能是决定了一个团队的 他的事业到底能够走得多远 能够走得多高 现在差不多四点多钟了 我说能不能天亮了再去机房重启 这个机器 然后马上说不行 就必须现在去 所以就披心待悦地去到东门机房去重启机器 业务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是老板其实一方面会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这个 就是说会挑战的非常厉害 反正受过非常多的委屈 然后 然后 有去那个马可办公室哭我 我们腾讯游戏当时很小 没有享受到IDC的VIP服务 我们只能扛上去 从一楼到三楼 这也就算了 但是我们到了这个IDC这里边一看 后边的90%的机架都是其他一个公司的 而我们腾讯游戏只有少的可怜的两排 它上线的第一天 然后我们看见很多用户进来 那可能他们又走了 当时的失落可能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 每到一个国家 到它的hotel 我们的行李箱都是不打开的 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就马上要拎着行李箱去到研发商那边 开完会以后马上奔赴另一个国家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是留下个感动的那时候 很多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眼泪会掉下来 修改了50期以上 就是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到位 这几款产品上线后 就是有商议的用户玩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就觉得一切都还蛮值得 我们看那个第一个入口的那个 就是用户登陆第一个场景 那个里面是全部都是用户 密密麻麻的用户的形象 这段时候呢 就会感觉这个熬夜还是值得 就付出还是有回报的 他能感受到我又为游戏用心做的东西 用心去做了一些改变 去突破或者去创新 得到玩家的认可我就觉得值了 付出多少是不是一个重点 反过来是你有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当你看到有一个好的结果 有别人在欣赏你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非常的值得 服务于亿万用户的时候 当你的用户面对你的时候 那种成就感是不言而喻的 两个老人坐在一起用一个pad 来合作玩这个天天爱消除的时候 然后配上了字幕叫做说陪你一起这个玩到了 这些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腾讯帮助中国的网游行业做了非常非常多普及性的工作 那么正是因为腾讯平台的作用 会看到我们整个带动中国的这个网的用户的增长是非常非常快的 当时我们去拜访每家厂商 当我们打开我们的PPT 给他们去展示腾讯在中国市场所取得的成绩 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是 哇 就是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样 腾讯游戏这四个首先对我来讲可能意味着就是应该是一个精品 是一个自己事业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吧 腾讯游戏对我而言意味着一个团队 一个值得尊敬的团队 意味着和我一起走过这样的日子的人和一些事 这一辈子最好的时间都在这家公司了 它凝聚了我想我们整个互聚几千号人 乃至整个公司很多支持的这样同事 一些共同的一些理想在里面 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腾讯游戏 但是腾讯游戏的青春也被我拥有 意味着一种责任 我们的责任就是 将怎么样保证我们的服务能够更稳定 和更流畅地提供给喜欢腾讯游戏的玩家 能给我们这种普通人 有很好的机会去做一些事情 能够改变自己命运 确实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但我觉得如果再想一想的话 我很希望我能大声地说一下 是我的骄傲 腾讯的品牌就是一个质量的保证 腾讯游戏这四个字在十年前的话 对我来说意味着机遇 然后现在对我来说意味着光荣的历史 未来的挑战 我们是见证了它 从无到有起来的 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 生命中的一部分 腾讯游戏其实意味着这个 很高很多的这样的社会责任 意味着一个烙印 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一定能够克服前面所有的这些挑战 能够帮助整个游戏行业 帮助我们的所有的游戏玩家 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 做最好的游戏 腾讯游戏这个品牌 目前只是在中国这个市场当中 这个用户群里当中 认知度非常高 但是我想就是如果我们看未来的话 我们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潜力 然后也有很好的这些资源 和各方面的一些准备 能够把腾讯游戏在未来的五年十年 然后发展成为一个 不仅仅从收入规模 从市场规模来讲 而从整个品牌的影响力来讲 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品牌 一个世界级的一个企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腾讯游戏十周年 我们因为梦想而走在一起 我们为了未来的梦想而继续往前冲 未来十年我们一起更精彩 希望我们的游戏不仅仅给我们的用户带来欢乐 也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一起来做一些有益的事 世界级品牌让我们共同创造 预祝腾讯游戏的下一个十年能够更加精彩 为代表中国游戏行业的最高水准加油 腾讯游戏十周年 让我们秉承腾讯游戏创业精神 创造更多的游戏精品 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更多的人 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的下一个十年 有你更精彩 让我们再出发 腾讯游戏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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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因你沸腾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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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沸腾